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的小學有很多課外活動可以參加 其實你想得出的課外活動他們都有 所以我爸媽那時候就報了所有的訓練班給我參加 好像藝術的時候就有音樂、唱歌、樂器等等 運動我參加了很多 有空手道、網球、游泳、三岸鐵人 當然還有壁球 所以其實每到星期六我的行程都是全 直到由朝環到晚 其實我爸媽這樣做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經常都很自由地跟我說 我給我兒子參加了所有課外活動 讓他可以知道自己真的喜歡哪一樣 那麼多東西裡面選自己最好的或者最喜歡的 那為什麼我會選壁球呢? 其實那時候藝術那些就不好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天分 我自己玩也不是說很喜歡 在運動的那些項目裡面 其實我全部都挺喜歡的 可能空手道、網球那些都OK的 不過那時候其實壁球是一個比較冷滿一點的課外活動 其實沒什麼人玩的 可能整個訓練班只有六、七個月 因為沒什麼人 其實你就有很多時間可以玩 其實教練都會教你多一點 因為沒什麼人玩的時候 就有很多機會不斷玩 自己打、自己亂來 那小朋友最喜歡不斷玩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這麼多個活動裡面 我最喜歡壁球 因為我有很多機會可以玩到 然後突然有一天 那個壁球主任就進來壁球場問我 小朋友,你有沒有興趣入校隊訓練? 哇!入校隊?很開心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你逢星期幾就來這裡訓練 那個壁球校隊訓練就正式開始了 那時候就越打越多 那越打得多就越喜歡 那所以我媽媽那時候都幫我 剪了很多其他的科學活動 讓我可以專心打壁球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都練很多 之後也有代表到學校 參加一些學界的比賽 那時候就拿到我人生第一個小學組的冠軍 都越打越好的關係 其實教練都邀請了我參加一些地區正應班 那時候大概八九歲左右 那就真正開始了我差不多每天打破的生活 兩天的興趣班 兩天的校隊 兩天至三天的地區正應 所以都差不多連七天 那之後除了學界的比賽 那我也有參加一些青少年的比賽 那我在青少年的比賽都打得OK 那時候就差不多都是在第一、第二名那裡徘徊著 我都很感恩 之後越大過在其他歲數都可以 繼續在這些位置上徘徊 之後其實都很長的故事 去到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目標 那時候最大的目標就是入到中學 最後考了入喇沙 那之後我最大的目標就是 可以入到泰院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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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很香 因為那時我去了日本比賽 其實那時我還未進太遠 那時碧球總會派了我去日本比賽 那是人生第一個海外的比賽 那次比賽我就拿了冠軍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第一個出去的比賽 就可以拿冠軍 其實我之後也出過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賽 不過那個比賽我真的最印象深刻 之後那一年、兩年 其實我都是以入體育學院為目標 其實我也是練得很近 就是我一個星期練六天 甚至七天都是不休息 不過其實那時也不覺得很累 其實我就是很想真的進入這個 香港體育學院 特別香港 那去到中二的時候 那終於 體育學院就搞了一個選筆 那是一個Camp的形式來的 那他就叫了我 和其他有potential的球員一起進去 分了三個部分 就是你練三天 那當中做很多不同的練習 或者是體育訓練 那最後呢 就會有個Match Play來做總結 那其實在整個Camp 我都覺得自己做得不錯 去到最後那一部分 就是去到選不賽之前 我都覺得應該沒事了 應該可以了 不過去到最後那兩場選不賽 我就輸了 已經打定輸了 我已經覺得算了 這次應該沒有機會了 不過 竟然在之後那個星期 那我竟然收到通知 總教想和我有個會面 我說我得了 那我正式可以成為 港青的代表之一 那那一刻我真的 叫了出來 因為這個是我這麼多年來的 奮鬥目標 好像夢想成真 那樣 那時候努力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實進去體育 就是一個開始 因為進去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訓練當然嚴格了很多 加上其實我覺得自己 好像多了一個身份 那就是 我已經不是說 只是自己 那是好像 揹了港青的名字在身上 那時候始終是 十四五歲的年紀 加上又要兼顧學業 有時候都會很累 真的不是很想去練習 入了體院之後 都經歷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是不是只有醫道 其實都有醫道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醫道 不過 當然那些就是很長的故事 那遲些可以再分享 這個就是我進去體育園的 一路的旅程 到我開始打球 到現在 都差不多十七里的時間 那其實這種感覺 真的很特別 因為當初 參加這個 必求興趣班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 這個真的會 做了我這麼喜歡做的事情 甚至成為了我現在的職業 我這樣自己 真的可以把自己 喜歡做的事情 成為了職業 在這個時刻 繼續追夢 或者做我自己 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我要做的事情 就能夠用 通過 它們可以自方 會跳動 走 走 有一個很快的